大家好 今天是5月3日 是5月的第一个交易天 骗子还是在这里继续活跃的 所以也继续有个严正声明 如果你找到有人打电话给你 教你什么样东西 你一有怀疑打这个1222 这样东西了 好 那现在跟着之后 我们现在就来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 就是这个行业板块方面 今天的行业板块 就是大致上升跌各一半 其中之中来说 我们要看看 找一下地产去哪里 去到这里 那为什么地产要升得很多呢 因为内房股价升得挺好